据昆明警方发布 2024年6月9日22时许 关度分局以六派出所接到昆明市公安局110指令 某新媒体平台账号发布一条视频 内容显示云南省博物馆内 一名男子跳到某物品展示柜上踩踏百胎 影响馆内正常秩序 评论区大部分网民都在谴责该男子行为 接到指令后 公安机关迅速组织警力开展工作 成功抓获违法嫌疑人童某 经查童某为辽宁省沈阳试人 当日到云南省博物馆游玩参观至三楼展区时 童某跳爬至展厅内玻璃展柜上踩踏跳动 笔花手势并录制视频 后将视频发布至社交平台进行传播 目前童某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 被公安机关立为行政案件调查 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